對不對 對不起 讓大家久等了 哈囉大家好我是阿哲 經過上市P20 Pro 與 Note 8 之間的比較影片 大家應該會發現我介紹比上市 Note 8 跟 G4 還要詳細很多 畢竟 P20 Pro 跟 Note 8 就是差不多年代的東西嘛 能比的當然會比較多 雖然我知道 我已經拖到P30 跟 S10系列都出了 所以這部影片大家就會當作去年旗艦機的拍照比較吧 嘿對,應該不會有人不知道這集是要做拍照部分吧 我們這集就只講拍照了 那你看這個時間軸,你就知道我有多累了 不過也記得讓大家體會一下 其實上一代的產品,他們的照片都還是在水準之上的 如果你是考量到預算,決定買上一代旗艦機的消費者 那這部影片就蠻適合你參考的 那麼現在大家點一下影片解析度 你可以發現這部影片是用4K 60fps去做的 這是為了等著照片比較的時候,大家能看得更清晰啦 所以你那裡條件允許的話,就調下去吧 不過其他像是錄影啊,特寫那些的,都還送1080P下去拍的 再次跟大家提醒一下 那麼可想而知,這次的拍攝比較樣本數又更多了 雖然能帶大家更加了解它們 只是要做好它們比較,我只有一個動作可以信用 大家還記得上次Note 8那部影片 我拿它來跟G4做各種面向的拍照與錄影比較吧 而隨著實在眼鏡,手機廠商真的是想盡辦法不斷地精進拍照體驗 才試隔三年,手機的背面就已經從獨眼怪進化成三眼仔了 更別提2019年已經有五顆鏡頭的手機了 在這裡我必須要講一下 P20 Pro的鏡頭排列在目前的三鏡頭手機中,是我覺得最好看的 對,也比華為後來出的Mate 20 Pro還好看 那個欲罷設計我真的不太行 好啦,總之手機的相機真的是越做越花俏了 對大家來說是多了可玩性 但對我來說,就是個比較的地獄 唉,不說了,我們就先從相機介面開始介紹吧 P20 Pro採用了將相機模式直接放一排給你選的做法 相比於Note 8還要來的直覺許多 不過這是之前的畫面啦 現在三星的One UI也改成那種做法了啦 那我話先說在前面 這樣子拍了好幾個月下來 我對P20 Pro的相機評語就是 很好玩,但也有點麻煩 稍微在關注的人應該知道 P20 Pro在知名手機拍照評比網站DXOMARC Mobile 獲得了破天荒的109分 好幾個月後才被三星S10 Plus打拼 然後最近才被自家的P30 Pro超越 而我們的Note 8在哪? 雖然說Note 8本來就比P20 Pro早出好幾個月啦 但被拍到那麼下面還是有點可憐的 但當然光看分數是沒用的 但是我們就用實際照片證實看看 這兩隻手機是否真的有那麼大的差距 還有,它真的值得109分嗎? 早就開始比較前,我先告訴大家這兩隻手機的相機設定 Note 8的解析度是1600萬畫素 除非有特別注明,否則都是用自動模式去拍攝 P20 Pro則是設定在1000萬畫素 我知道它有4000萬畫素可以選 只是在這種模式下很多功能都不能用 另外AI照相功能也是 沒注明就是預設開啟 然後色彩模式都用標準色彩 你看,在Note 8上面我只要告訴大家是不是手動模式 可是P20 Pro除了一般拍照跟手動模式 還硬是多了大光圈、夜景、人像 跟一對眼花撩亂的模式 我剛才說P20 Pro的相機很好玩 但有點麻煩 好玩的點在於它提供了那麼多模式給你選 但麻煩一點就是在這麼多模式中 通常只有一兩個模式可以真正拍出好的照片 所以有時候你要一個一個去切換重拍 總之什麼場景、什麼模式 我都會一個一個丟出來做評比 這下大家知道我崩潰在哪了吧 它的相機雖然很好玩 可是對我來說 唉 還記得我在之前G4與Note 8的拍照比較有提過 G4的弱點就在於亮部通常會過曝 同時暗部也會太暗 而這點在Note 8上就控制得不錯 那輪到Note 8與P20 Pro比較的時候 就可以發現一個有趣的事實 那就是P20 Pro自動模式的亮暗控制 更是變本加厲了 對 我用的是變本加厲 這個不太好的詞 亮部表現雖然不錯 但暗部很明顯就是加工過的結果 除了過度調亮 還將清晰度拉高 造成整張照片幾乎少了暗部這個層次 因此論自然度而言 Note 8很明顯是勝出的 再來移到這張建築物加上綠地的日拍 這時就得提提剛剛說的AI照相了 其實說白了 它就是個場景辨識啦 就是在各種不同的拍照情境下 辨識出你現在拍的是哪些東西 然後做出不同的處理 那範圍也是非常的廣 像文字、文件、貓、狗、花、食物等等 而且準確度真的很高 真的有AI的感覺 那我們回到這張照片 首先這張PS Pro的照片 我是沒有開啟AI的 可以看到Note 8的顏色相對鮮豔淘氣 而PS Pro則是偏向真實 那我們準備開啟傳說中的AI了 PS Pro的AI為這個場景開啟了綠葉模式 所以注意綠色這塊的變化喔 它開起來的效果是這樣子的 各位 是不是差很多 此時鮮豔程度直接爆神 甩了Note 8好幾條街 但這種照片 喜不喜歡就是見仁見智了啦 老實講 這張照片鮮豔歸鮮豔 但我是蠻喜歡的 因為我是桃王眼睛派的嘛 不過覺得這張太over 甚至覺得是什麼妖艷等級的人 你們也沒有錯啦 因為這張真的太青菜蘿蔔了 好 既然提到綠葉模式了 我們就來繼續探討一下 直接用這張樹林草地來做個示範 拍這場景時 PS Pro的AI當然也偵測到 並且開啟綠葉模式了 但我們先把它關掉 正常的拍一張 不過我也說過 PS Pro在一般自動模式下 其實還是修蠻大的嘛 香香於Note 8 草地還是綠很多 天空還是藍很多 想要讓PS Pro真的不修 可以 但請開啟手動模式 這樣才對嘛 其實這樣才比較接近肉眼所見 鬧著八的草地反而太黃了 實際上是沒那麼黃的 回到自動模式 其實還是有它的好啦 因為這樣真的超細的些 但是各位觀眾 現在我們要來開啟綠葉模式了 這個 就是綠葉模式的樣子 假如上一組照片是青菜蘿蔔 那這應該是加滿辛香料的大魚大肉了 我還是不敢說大家都不會喜歡 但能確定的是 這已經整個沒有真實度可言了 好 直接下一張 希望大家看PS Pro最清淡的手動模式 整體上跟Note 8差不多 Note 8一樣晃了些 但還算OK 那我們來囉 進入PS Pro的自動模式 暗部整個被拉高 綠的地方不意外的更綠了 重點是我沒有切錯 這真的只是自動模式 所以你準備好了嗎 P20 Pro的綠葉模式開啟 這個已經是卡通濾鏡了吧 不要說跟旁邊的Note 8相比 跟自己的手動模式比 已經是兩個世界了 但這種情形還是有例外啦 以這張照片為例 PS Pro在自動模式下的草原 還是鮮艷了些 但教堂的顏色反而淡了些 現在切換到綠葉模式 不得不說 這樣好看很多 草地變綠 但不會顯得浮誇 教堂暗部變亮 顏色新鮮許多 連天空都整個變藍了 其實那天有點多雲 天空是偏灰的 結果P20 Pro把它拍得跟晴天一樣 雖然少了一些真實性 但這樣的照片 我很可以 那麼P20 Pro的AI場景辨識 當然不只綠葉嘛 我們換到這個夕陽場景 先都拿自動模式來比較看看 Note 8色彩偏向真實 P20 Pro則是典型的拉高清晰度 然後顏色更加顯艷 在這種情況就比較詭異了 夕陽應該不會是粉粉的吧 再來我們開啟AI辨識到的夕陽模式 呃 橘色天空是回來了沒錯 但這感覺就跟綠葉模式一曲同工了 感覺就是清晰度跟鮮艷度開到滿的樣子 是比自動模式好上不少沒錯 但跟街星真實的Note 8比起來哪個好 這個就要問你們了 因為我也答不太出來 再來是這個一片紅的場景 呃 這個是一般的飯店 我沒有去其他奇怪的地方喔 那雖然現場是很紅沒錯 但Note 8把它處理得更紅了 跟剛才相反 Note 8出現了不該出現的粉色 P20 Pro才比較接近實際的色彩 而且Note 8的清晰度很明顯輸掉了 磁磚掉燈那些的都是P20 Pro比較明顯 雖然之前一直講P20 Pro太清晰怎樣的 但在這種場景之下確實是發揮優勢了 再來一道晚上的夜拍 此時自動模式下的P20 Pro 一如往常再次拉高的清晰度 Note 8比較不清晰 而且有點過曝的情況 此外P20 Pro在陰影處 非主體的路面、計程車與旁邊建築物 也如往常般調亮 但在這種場景這麼做好不好 我覺得一樣就見仁見智了 喜歡整體燕景清晰的就會喜歡P20 Pro 喜歡凸顯主體的就會喜歡Note 8 對我來說我會投給P20 Pro 因為以第一觀感來看 P20 Pro是比較討喜的 不過這個場景必非這樣就探討完了喔 大家別忘了P20 Pro最出名的一個東西 它叫做夜景模式 進入這個模式我們可以看到 它有愛時候與快門時間給你選 如果都選自動的話 它通常就是曝4秒鐘 那這個4秒鐘又跟一般手動模式的4秒鐘不一樣了 手動模式的4秒鐘是畫面的每一處都曝4秒嘛 但華為的夜景模式是在這4秒拍出好幾張不同曝光時間的照片 這樣我們就有好幾張有亮有暗的照片了嘛 然後軟體就會去算 暗的地方就用曝光長的照片讓它變亮 亮的地方就反之亦然 然後再結合成一張完整的照片 而且更厲害的地方在於 這4秒鐘是可以用手持的 不需要上腳架 軟體會幫你計算你在這4秒鐘 手晃造成畫面上的誤差 然後再疊出一張清除的照片 因此對於這個場景 當然要開個夜景模式來看看 結果就是... 真的很亮 很漂亮 一些暗部更加清晰了 亮部也不會有過曝的清晰 但夜景模式的威力遠遠不及於此 就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到了更暗的巷子 此時路燈幾乎成了唯一的光源 在一般模式下的PS Pro 照片處理方式又跟我想的不一樣了 是同樣有做清晰化處理 只是意料之外的是 它對比度也同時調高了許多 呃...為什麼要這麼做? 這就是所謂的來位嗎? 剛剛一直被我唸暗部太亮的PS Pro 這句反而讓暗部太暗了啦 但你能說它不好看嗎? 其實...完全不會耶 由於調教方式差太多 使得兩張照片已經是不同風格的東西了 那我就把這種後期處理不多的照片看多了 突然出現PS Pro這種風格 有種別有一番風味的新鮮感 而這時我們也不免輸的調整夜景模式來看看 果然...暗處超亮的風格又回來了 雖然是清晰很多沒錯 但這已經完全不像暗像了 就...看你喜不喜歡囉 什麼?你說剛剛的相紙還不夠暗? 那我們來看這張 這個相紙是暗到我的眼睛要適應一陣子才看到機車那種 Note 8 還能拍出一點機車輪廓已經很不簡單了 但PS Pro在自動模式下依舊還是清楚許多 只是我還是要幫Note 8 平反一下 可以看到在自動模式下 P20 Pro的ISO暴增到6400 Note 8 只有1250 也就是說如果手動將Note 8 的ISO調高 應該是可以更加清楚的 只是現在我們開啟P20 Pro的夜景模式 這...就真的是Note 8 處不可及的境界了 地面上肉眼完全看不見的影子跟水質 甚至是殺死溫度都給我拍出來了 而且這是手持沒上腳架啊 別說這邊了 其他暗處也一併被拍亮了 而中間的亮處沒有過曝 甚至比Note 8 還要清楚 雖然可以看到清晰度一向高的PS Pro 在這種極暗的情況下為了抑制雜訊 還是變得模糊了些 整個色調也變得很淡 但我們都說先求拍得到 再求拍得好 所以在這種場景下 PS Pro 無疑是輕鬆勝出的 那在看了那麼多夜拍樣張下來 大家應該有感覺到 PS Pro 更高的清晰度 對於夜拍通常是有一定優勢的 在這張上面也不是例外 牆壁的紋路還有貓的觸鬚都更加明顯 不過PS Pro 在這張的對比度沒有Note 8 高 貓跟牆壁比較白的地方都黯淡掉了 加上背景被調亮了 讓貓變得沒那麼有主體感了 所以這張照片就看你喜歡清晰還是喜歡凸顯主體囉 那麼你問我這張的PS Pro夜景模式在哪 呃...抱歉 我要期望到夜景模式的時候 貓就跑走了 可是貓很可愛 所以我還是可以給大家看了 好啦 最後一張夜拍了 這個就是真夜景了吧 這兩張照片都是預設在沒帶腳架 靠手持的狀況去拍的 所以Note 8 即使我設定在手動模式 快門時間還是不敢調太慢 就只能用高ISO去堆 這時PS Pro 也確實將它的優勢最大化 那就是沒帶腳架 靠夜景模式還是能拍得好 雖然ISO還是高啦 因為這場景實在是太暗了 但亮部暗部的控制還是比Note 8 得當許多 相信各位在看了那麼多夜拍比較後 對於這些差別也不太意外了 但我這天是有帶腳架的啦 可以讓Note 8 討回一些公道 因為上腳架之後就能沒壓力的將快門拉長 ISO 調低了 而P20 Pro 也頭上腳架 然後在夜景模式之下強制將ISO 調低 結果就是它給我曝光了整整20秒 先看Note 8 的照片 果然追上一些了啦 雜訊少了許多 畫面更純淨了 而P20 Pro 我覺得就有點妙了 我們拿剛剛手持曝光4秒的夜景模式 放在左邊比較一下 畫面一樣更乾淨了沒錯 但草地明顯暗了許多 其實以實際狀況來看 草地應該是要像右邊那樣暗的 左邊反而像是刻意調亮過的 這個就看你們所好了 然後夜景模式玩那麼久 各位別忘了P20 Pro 也是有手動模式的啊 結果果然跟現前一樣 在手動模式下它就不幫你做任何加工了 草地沒有調亮變成黑黑一片 好吧還是夜景模式好 OK 洛洛場的夜拍介紹完了 但還有什麼是比夜拍還要更晚的呢? 當然就是消夜文啦! 在這個美食一定要先讓手機吃過的年代 我們就來看看他們表現如何 從這裡可以看到三星真的很擅長將食物拍到好吃 尤其是在這種燈光美氣氛家的場景 食物的美味被帶了出來也不會過於不自然 而P20 Pro其實也有不錯的表現 但整體顏色還是沒那麼生動 從這個香菜就能看出差別了 算我還是很討厭吃香菜啊 那麼P20 Pro的AI場景變視 當然有增設到這隻食物 所以也開啟了美食模式 不過在美食模式下 我感覺它就只是將曝光值拉高一點而已 造成某些地方反而太亮了 所以這個比較我依舊會投給Note 8 那麼以上這比較來看 我介紹完食物之後就可以開始介紹前鏡頭跟錄影了 只是別忘了還有天殺的望遠鏡頭啊 那麼有趣的地方就來了 Note 8的望遠鏡頭是兩倍光學變焦 P20 Pro則是三倍光學變焦 然後可以到五倍無損變焦 雖然P20 Pro的三倍光學變焦感覺更厲害 但如果你只需要放大到兩倍的時候就尷尬了 以這張投影放大兩倍的照片為例 Note 8順利切換到望遠鏡頭 但P20 Pro還不行 因為它要到放大三倍才能切換 也就是說這張還是用主鏡頭 而且還加上破壞畫質的數位變焦去拍的 所以看起來會稍微模糊些 但如果是這種放大五倍的場景 那就是P20 Pro吃香了 畢竟Note 8來說 放大兩倍以上就會開始用數位變焦了嘛 所以放大五倍後 Note 8變得模糊不少 P20 Pro就清楚了許多 那麼其實這兩隻手機的望遠鏡頭 都能跟主鏡頭搭配 然後達成那種背景區畫的閃景效果 當初我是也有拍樣張比較啦 只是後來其中一隻的樣張我怎麼找也找不到 如今也來不及拍了 所以也沒得做比較了 就...抱歉啦 好啦 終於可以輪到前鏡頭了 隨著世代的眼鏡 前鏡頭真的越塞越多功能了 三型應該是走完美派的 什麼潤色啊 聚光燈啊 瘦臉的 一大堆效果給你挑 呃... 基本上我永遠不會去動這些 它還有一個之前很流行的貼圖功能 這個客觀們看看就好 我就不多說說明啦 而PS Pro有的功能又不太一樣了 首先有Note 18沒有的前鏡頭背景虛化 這個玩意我會拍拍看 另外還有這個3D環境光效果 基本上我也不太會去開啦 那每年等級開關當然也是不能少的 不過... 好吧 還是三星的好玩一些 首先這張白天的照片 可以看到兩隻手機的前鏡頭 都帶有自動對焦 但PS Pro的背景會更加模糊 雖然更凸顯主體 但對於團體照等需要背景七夕的場合就不好了 另外這兩隻的色調也差蠻多的 Note 8把我的臉搞得有點太紅潤了 PS Pro則是... 好黃喔 以這兩隻來比的話 Note 8相對比較好啦 但都不照我滿意的範圍 果然G4依舊還是自拍王者嘛 另外就是剛剛提到的 PS Pro前鏡頭閃景功能 切換到閃景之後 色調莫名其妙好了一些 頭髮部分的細節處理雖然不算好 但對於單科前鏡頭來說算可以了啦 到了晚上的自拍 PS Pro的色調比白天那張好些 但Note 8的色調更暖 看起來會比較討喜 而且我明明是沒開任何效果的 但PS Pro感覺又把我的臉修過一樣 感覺平順了很多 沒什麼瑕疵 但我不太喜歡這樣就是了 感覺不夠真實 另外剛剛講的 PS Pro閃景更多 在這種地方差別就更加明顯了 總之整體來講 這兩張自拍照 我都會投給Note 8 其實還有第三張自拍比較啦 只是 咳咳咳 有點太假白了 所以還是被拿出來比了 好 再來是錄影部分 跟上次一樣 主鏡頭預設是用1080p 60fps去錄 那前鏡頭則是1080p 30fps 首先我們來聽一下錄音的部分 現在是兩支手機的主鏡頭日間錄影測試 現在是兩支手機的主鏡頭日間錄影測試 聽起來Note 8還是清晰了些 PS Pro就感覺悶悶的 再來是白天的錄影 在選了1080p 60fps之後我才發現 PS Pro在這種情況下是完全沒有防手震的 所以相比於Note 8 這簡直是晃到不行 這個絕對要後期做防抖動處理 否則真的看不下去 不過值得正賞的一點就是 PS Pro的對焦速度是真的快 幾乎是秒對到那種 我跟Note 8錄影時一直在詬病對焦的問題 因為Note 8錄影對焦速度偏慢 或還會出現試焦問題 雖然PS Pro也有出彩的時候 但那個速度真的讓你印象深刻 而且有趣的地方來了 我們將FPS降到30震 一切就大逆轉了 PS Pro的防手震回來了 而且非常的穩 畫面移動也很自然 彷彿上了穩定器那樣 這次防手震效果跟60fps差不多的Note 8 相較起來就遜色了 不過畫質方面還是贏啦 而且我還是習慣用60fps去錄影的 到了晚上的主鏡頭錄影 我開為60fps了 所以PS Pro的抖動又回來了 但兩者的畫質表現差不多 那麼對焦部分嘛 Note 8在肉光下的表現更不穩了 P20 Pro則是一樣的秒對到 看來雷射對焦真的是有發揮優勢的 再來換到白天的前鏡頭錄影 我故意選來這種反光嚴重的場景 結果兩隻手機的表現都不錯 背對著陽光也不會有臉黑掉的情形 而在頭上只有單手握持的情況下 Note 8的防手震效果比P20 Pro好一點 但其實都蠻晃的 到了晚上的前鏡頭錄影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暗的關係 總感覺兩隻手機的防手震效果都比白天好很多 畫質方面以前鏡頭再低光的表現來講 我覺得都算OK 比較大的差別還是Note 8的色調依舊比較軟 有時會好看一些 到了更暗的地方 這隻P20 Pro很明顯是更加清楚的 為什麼你的相機偷到這種暗的地方才會特別突出啦 總之各位要到一些比較暗的地方 搞自拍的話 還是P20 Pro比較好的 嘿 你懂我意思就好 總之P20 Pro跟Note 8的拍照跟錄影部分 就這樣正式結束了 各位的眼睛也可以休息了 相信在看完那麼多比較之後 各位最印象深刻的還是P20 Pro的夜拍表現吧 我其實自從拿到G4這隻手機之後 就成了很喜歡拿手機夜拍的人 因為當初是G4讓我解釋到 原來手機的夜拍也可以到這種境界 這次拿到PS Pro 也確確實實再次刷新了我對於手機夜拍的看法 因為它的夜拍又來到另外一個境界了 你不再需要任何專業器具 靠你的雙手就能拍出超高水準的夜拍 那麼回到一開始的問題 它的相機真的值那DXO Mark Mobile 109分 這麼頂尖的分數嗎 我覺得如果單論夜拍來看 它絕對值這個分數 對 言下之意就是 綜合來看我覺得它還是不值那分數 比較那麼多張下來 確實有些是比Note 8還要出色沒錯 但就只是有些而已了 更沒有像排行榜上很甩Note 8那種程度 相信大家也是這麼覺得 那現在這兩隻手機的價格 也都降到台幣18,000不到了 如果你想買上一代旗艦機 而且注重拍照的話 這兩隻我會怎麼做推薦呢 如果將這兩隻的相機功能比喻為車子 那麼Note 8比較像是一台不錯的房車 各方面表現都很OK 雖然少了一點開車的操縱性 但這樣穩猛開車其實也挺舒適 而P20 Pro則是一台跑車 某些方面十分頂尖 但不是所有地方都能好好發揮 缺點也比較明顯 不過操縱性十足 想怎麼調就怎麼調 就看你們喜歡Note 8的穩定 還是P20 Pro的好玩了 不過如果你是那種 我就是要夜拍牆 奇遇免談的人 P20 Pro絕對會帶你上天堂 那麼就這樣啦 雖然這部影片delay了好幾個月 但還是希望你們看得愉快 如果有稍微幫到你們 那就更好了 也希望以後能夠帶給大家 更多更新的旗艦機拍照比較 其實也快了啦 只是 我是索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你還是真的以為 一切就這樣結束了嗎 好了不要再拖台錢了啦